大伙小贺 最近咱们在聊北京明十三陵 每座地灵地宫内的这些皇后的故事 接着给大家的故事 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孙皇后 在北京昌平距离石中心 50公里外的天寿山下 埋葬着明朝的十三位皇帝和二十三位皇后 在明成祖朱棣常陵的东侧 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景陵 在帝宫后世陪伴朱瞻基的 就是孝公张皇后孙氏 聊到孙皇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变不陌生 在《毛影师》剧中 这位孙皇后叫做孙若微 但在史料中 关于这位孙皇后的名字 是没有任何记载的 孙氏出生于建文元年 在这一年 大明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就是朱棣开始起兵对抗朝廷 当年孙氏的家人 万万不会想到 朱棣的起兵会改变这个小女孩的命运 在将来 她会成为大明帝国的皇后 太后 当年孙氏并不是通过大海选进入皇宫的 孙氏和太子妃张氏的母亲 都是山东邹平人 当年孙氏的父亲孙忠 是永城县的主部 这个工作主要管全县的粮税户籍等 张氏就是上个视频 聊到的张皇后 朱高尺的妻子 也就是孙氏未来的婆婆 根据文献记载 说太子妃张氏的母亲 有一次在孙中办公的地方 见到年幼的孙氏 她觉得这个小姑娘长得太漂亮 从此就记住了她 后来张氏的母亲 金公和自己的女儿聊到了孙氏 说这个小姑娘特别优秀 朱棣基选媳妇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孙氏 就这样 太子妃张氏也记住了这个小姑娘 到了朱棣基11岁的时候 朱棣基觉得自己的大孙子 到了婚配的年龄 大家不要惊讶 在那个年代 结婚比较早 此时张氏就向自己的公公朱棣 推荐了这个小姑娘 孙氏 后来朱棣下令 把孙氏接入宫中 让太子妃张氏亲自管教 学习宫中礼 当年朱棣的徐皇后 朱高尺的张皇后 都是婚前进宫 要学习宫中礼 还要观察他们的品行 也就是说 正常情况下 孙氏应该是朱棣基的正妃 但后来 朱棣基的正妃并不是孙氏 而是半路杀出的胡山香 在名史中 他的名字是有明确记载的 胡是明山香 当时孙氏只事未嫔 这一年 他十八岁 关于孙氏为什么不是朱棣基的正妃 在史料中 没有查到具体原因 在清朝的一些文献中 是有一段记载的 大概的意思是说因为天象 我个人觉得 从张氏后来对儿媳妇的态度来看 他应该不喜欢孙氏 而喜欢胡山香 当年朱棣基大婚的时候 朱棣的徐皇后已经去世了 那么朱棣给朱棣基选媳妇 肯定要征求自己儿媳妇 张氏的意见 也就是说 孙氏没有成为朱棣基的正妃 很可能和他的婆婆有关系 但这只是个人猜测 后来朱棣基继位后 胡氏成为皇后 加宝册宝爷 孙氏被封为贵妃 只有宝册没有宝爷 但因为孙氏受宠 朱棣基向母亲求是 也给孙氏宝爷 张太后很了解自己的儿子 也知道他喜欢孙氏 要给新皇帝面子 于是张太后就答应 这一年 孙氏27岁 从孙氏以后 明朝的贵妃被册封时 都会赐宝册宝爷 也就是说 从他开始就破了规矩 过了一年 孙氏给朱棣基生下第一个儿子 这就是后来 大名鼎鼎的战神 朱启震 聊到朱启震 有一个小争议 就是朱启震 到底是不是孙氏的孩子 在《明宗实录》中 有明确记载 说朱启震的母亲 就是孙氏 但是明清时期 其他一些文献中 却说朱启震的母亲 不是孙氏 是宫女和孩子 说孙氏 道子多后 关于这个问题 在《明史》中 这两种说法 都有记者 在《明史》 英宗本记者 说朱启震的母亲 就是孙氏 这个没有问题 但在《明史》 《后非传》中 却说朱启震 不是孙氏的孩子 我个人觉得 朱启震的母亲 肯定是孙氏 当年张太后还在 孙氏到宫女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 她认为 她的婆婆傻了 还有朱启震 作为朱瞻基的长子 宫里的人 都会关注她 当年孙氏假怀孕 去到宫女的孩子 这宫里 能没人知道 所以这件事情 是不可能发生的 至于一些文献中 说孙氏盗子 很可能 和朱瞻基废后 有关系 当年孙氏有了儿子后 他开始计划 把胡善祥 拉下皇后位 因为如果 胡善祥也有了儿子 作为朱瞻基的嫡子 人家肯定会立为皇太子 那他就彻底没有机会 在这得说一下 在历史中 朱启震可不是 胡善祥的儿子 是明宣宗 吴仙妃的儿子 胡皇后 只有两个女儿 没有儿子 还有一点 在猫影视剧中 胡善祥是一个坏女人 最让人无语的 是胡善祥 和汉王朱高旭 有特殊的关系 这完全抹黑了胡皇后 在历史中 胡皇后 绝对是一位 贤德的好皇后 当年朱瞻基看到孙氏生下儿子 和他和孙氏的想法是一样的 要把胡善祥从皇后位拉下来 于是朱瞻基开始转台后 和大臣们商量 但没有任何理由 直接废掉皇后 谁敢同意 后来朱瞻基 庇护皇后 辞去皇后 他跟胡善祥说 为你好 为我好 别让我废了 你自己辞职吧 就这样 被废掉的胡善祥 退居长安宫 潜心秀的 孙氏被立为皇后 成为明宣宗 朱瞻基的第二任皇后 当时张太后 非常形成自己的儿子 经常把胡善祥 借到自己的寝宫居住 而且处处维护他 比如在皇室家宴中 一定要让胡善祥 坐到最尊贵的位置 要比孙皇后的位置 还要尊贵 正因为有婆婆的疼爱 胡善祥虽然被废 但在宫中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 后来张太后去世 胡善祥就失去了 活下去的支柱 不久后他也去世了 中年41岁 被葬在玉前山附近 也就是朱启玉 景泰陵附近 关于胡善祥 我还打听过 据说没有任何意见了 正因为朱瞻基 逼迫胡善祥 辞掉皇后尉 孙氏凭借宠爱 登上皇后尉 这件事情 让很多人 开始同情胡皇后 于是 就有了孙氏 到此的传闻 后来朱启镇几位 张氏成为太皇太后 孙氏成为皇太后 在上个名人宗 张皇后的事情中 已经聊过了 就不重复了 张太后去世的第七年 大明帝国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朱启镇欲驾亲征瓦剌 结果大败 朱启镇 也被瓦剥入 此时这位孙太后懵了 没有了婆婆 她只能自己去面对 后来大家应该都知道 朱启镇的弟弟 朱启玉 被于谦等人 用力为新皇 这一年 孙氏50岁 孙氏的工作能力 远远比过 她的母亲张氏 在面对群臣的时候 她只能选择妥协 承认朱启玉这位新皇 聊到这儿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为什么不让朱启镇的儿子 朱建申 直接继位 这个问题 在探访朱建申冒联的时候 已经详细了过 这个事情 就不再重复了 当年朱启镇 在外留学期间 孙氏怕儿子动着 多次给自己儿子 快递 郁寒的棉衣 一年以后奇迹出现 孙氏万万没想到 朱启镇被瓦剌放了回来 随后景太帝 把朱启镇软禁在南宫 在这个期间 孙太后非常担心自己的儿子 多次去南宫谈试 后来景太帝发话 任何人不能见朱启镇 这里就包括孙太后 后来景太帝再次下令 把朱启镇身边的太监 全部解决掉 把南宫的树木 全部砍掉 派人24小时监视 再后来景太帝 准备废掉朱建身的太子 此时孙氏和朱启镇 这母子俩 应该恨死朱启镇 到了景太八年 石亨等将领 要为明云宗府 把这个计划 告诉了孙太后 得到孙太后同意后 他们挖动了夺门正兵 朱启镇成功抚慰 这一年孙氏58岁 孙氏这一生 经历了太多太多 儿子成功抚慰后 这段日子里 孙太后应该过得 非常安宁祥和 六年后 孙太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周年63岁 明云宗朱启镇 重新打开景宁地宫大门 把他的观果 葬入地宫后室 这一刻 他可以永远陪伴着 自己的章目 明云宗朱启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